工商時間 本集節目有那麼好吃贊助播出 沒錯 就是我們的新產品 柚子重抹茶 白巧餅乾 自己業配自己喔 隔了一年我們直接來個厲害的 日本小三圓抹茶跟日本柚 通通給它加進去 一入口就帶有奶油香氣的酥脆口感 然後配上小三圓抹茶的清虎味 還有日本柚子的柑橘味 再用白巧克力的體能綜合它們 讓它們變得更加融洽 最後的嘴巴剩下茶香 獨特的茶香味芋 我覺得非常有層次 非常好吃 現在是618購物檢 直接給你三重優惠 第一重 新品長金價9折 第二重優惠 任選兩件超群免運 直接換一杯手搖椅 還有第三重 任選三件全單再9折 要買要壞不買壞壞 你壞你壞 你壞 活動詳情請看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好 沒有點開資訊欄了 你停車永遠找不到停車位 喔喔喔喔喔喔喔 快買快買 那就是要快買啊 快買 大家好 歡迎收看厭世甜甜店 我是Nanako 又到了我們免排隊系列 那我們以為這個系列會很快的終結 想不到一推出之後 這個家瓶爐潮 好瓶不斷 叫好又叫做啊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因應我們有拍一集 就是東京辦手裡的開箱 那裡面有一款餅乾 長得非常漂亮 而且滋味很美妙 那像Nanako這樣 上年紀之後 對於花啊 對於紅色啊 就特別怎麼樣 有興趣 就是這一款呢 來自於 TOKYO CHURIP ROAST 玉金香玫瑰餅乾 非常好漂亮 而且這兩款口味都是我愛吃的 所以今天我們的免排隊系列 就來挑戰看看 如何復刻出這樣的玉金香餅乾 對啊 被網友嗆聲 我就說啦 平常在那邊敲碗敲碗 Nanako好想看喔 好想跟Nanako做 我就說還好吧 直到我看到一個留言 Nanako想必這個是做不出來吧 有點太為難我了 一點都不為難 我很快就做出來了 我絕對沒有練習一個禮拜 如果沒有超越 這一個系列就停更了 喔喔喔喔 欸 不是 我們不是 所以我要跟製作組講一下 我其實 好在玉金香餅乾呢 其實它本身的花朵 回綠的主體就是這個貓舌頭餅乾的做法 那我們已經有教過 所以我們這次素素帶過 不過還是會有些許的差異 就是它那個紅色 還有那個黃色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們會分享給大家 好 首先呢 我們拿出了長分的奶油 就是要把它打軟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下的就是我們的糖粉 那為什麼要糖粉不用砂糖呢 就是因為這個貓舌頭餅乾 口感本身比較細緻一點 所以它不要那麼粗的顆粒 然後把糖粉弄到看不見之後呢 我們要下一個大家在做馬卡龍 跟達克瓦茲都會遇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純蛋白 這個我們要分次喔 是蛋白不是大白喔 超冷的 然後你會發現你這個時候用刮棒呢 是錯誤的 是事倍公辦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要請出我們這個打蛋器 完全沒有阻力 你會發現它很快 你用刮棒你要刮一輩子 奶油快看不見 就可以停手了 不要過度打發它 我們沒有要幹嘛 我們只要混勻而已 通常我們這種餅乾 為了讓它口感比較細緻 其實我們會用低筋麵粉 這個時候就是稍微拌開它就好 這個都很快喔 你會看到 很細緻 非常光滑 接下來我們下的是 它的顏色的來源 那當然啦 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但我先分享一個 我覺得最棒的 就是我在吃這個餅乾本身 它就真的會有水果的味道 那就是一定是 不能讓它增加水分 你的貓舌頭餅乾有水分 它就會出來會軟黏 所以它一定是加這種粉 這個是草莓粉 這個是覆盆子粉 這兩個一定要加 不然你就失去它的本 因為它本來就要創造出那種花形 而且要有一些果香的味道 我覺得就可以吃出它那個精髓啦 天然色粉 天然的 就是天然水果去乾燥 然後把它磨成粉這樣子 好你會發現它其實 沒有辦法推得很均勻的時候 我們就用一點力氣去壓它 因為這個麵糊本身是 不怕你隨便亂攪的 不要有大顆粒就好了 然後盡量鍋邊鍋底都要刮到 接下來的原物料就是 杏仁粉 多一個堅果香氣 你越拌啊 它其實的顏色越融合 它就會出現淡淡的粉紅色 好 這是我們最終拌碗的顏色 其實會有一點比較 好像上了一點灰階 比較天然的顏色 如果你是追求天然的 不要色素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不過我們今天是復刻 我們看一下原本的顏色 它的粉紅比較亮一點 我覺得它一定有加色素去提亮 那Nanaco這邊選擇 加一點紅色色素去提亮它 唉唷唉唷 來來來 到了到了 那你就可以去對比一下 你到底要它多紅 這就看你自己的心情 貓舌頭餅乾本身要烘烤 你烘烤過程中 它也是會慢慢濕色 會上色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追求很紅色 你就是 這個色素你可以加多一點 沒有關係 但是蔬果粉不要再加囉 你不要因為想要亮 蔬果粉越加越多 它本身的結構會產生變化 可能會烤不成形 基礎麵糊就完成了 那剛剛Nanaco看的那個 郁靜香餅乾 其實我最愛的口味 除了這個草莓覆盆子之外 還有一個黃色的 它是芒果百香果 那你就是怎麼樣 你把中間的覆盆子草莓粉 換成百香果粉跟芒果粉 你就可以做出黃色的 這個貓舌頭餅乾 好的 其實這一段應該在一開始的開頭 就要跟大家講 因為郁靜香餅乾 它是一體成型 它並不是兩片膠在一起遮起來 它其實是要依靠一個模具 就是我們手上這個 有點像是四葉草的 那你可以看到四個花瓣 中間有個底座 所以要烤得起來 烤出來之後 幫助它成型 就可以做出那樣立體的造型 那這一個板子呢 是我自己 重金禮聘 一個台灣最有名的工匠 有沒有啊 重金禮聘我們家的美編 請他幫我畫出一個AI圖檔 那我有量出它最適合的大小 那你可以仔細看到 其實它也是有點差別的 它有兩片花瓣比較大 有兩片花瓣比較小 也不是隨隨便便 就是可以去開模的 我大概為了這個模具 花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創造出這一個 那因為我們沒有在賣 我們有沒有要業配大家 我把圖檔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你就把那個圖檔 拿給某個壓克力 你就叫它打出來 就會獲得這樣的一個模具 那我們這個模具放上來之後 我們就來入模 等一下 這時候要先回應一下那個網友 你知道你的一句話 對 你知道你說哪讓我做不到的一句話 我連板子都自己做 那我們下面鋪個烘焙紙之後 我們就來填模 都要有啦 但你不要只填它的空心的部分 就旁邊你也要一點 因為到時候刮它會比較平整 那你可以稍微鋪厚一點沒有關係 然後這個模具的厚度是兩公里 大概四個花瓣四個花瓣這樣子 去把它填滿 這時候我們拿出刮板 就是掃過去 像達克瓦茲那樣有沒有感覺 掃過去 不要太用力喔 就平鋪給它掃過去 這個都可以重新再來 你就覺得好像沒有很漂亮 它好像太薄了 你就是再鋪滿它 然後再刮一次 再錄這個模具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你每次刮過去的時候 你這一面就盡量不要有麵糊 因為它那個麵糊 它會黏著麵糊帶著它一起走 很可怕 人家說不怕 整天一直走 它會被牽走喔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小心翼翼的 把板子移開 蛤 是不是很漂亮 好 我們一次就是要不能做多 做試片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為什麼 但每個人好像不一樣 我善意提醒一下 你就考到邊緣有點焦焦 開始上色 你就要停手了 然後溫度呢是150度烤9分鐘 我們在烤箱旁邊等它烤完 因為它要在它一出爐的時候 軟軟的時候 你才可以凹它的形狀 它一旦呢 預冷空氣 或者是烤太久 它焦掉 你根本就遮不出漂亮的 浴巾箱的形狀 然後我們會先去買這種漱口杯 幫助它成型 它四個花瓣會比較立體一點 不然你用手在那邊等它之後 我發現裡面都已經焦掉了 好 我們關烤箱 然後你看 我們鏟出一片餅乾 然後你會發現它有 大葉子跟小葉子 大葉子跟小葉子 所以我會把它先放在這個漱口杯上 然後大葉子折 讓它進去 齁齁 然後這個時候 千萬不能出現 你以為我會停在那邊嗎 不 no no 所以你的烤箱比較小一點 你會比較輕鬆 那我烤箱不是大 我就比較緊張 好 正中心疊上去 是不是 然後 大葉子折下去 它 就自己會掉下去了 啊~~ 好 回答 真的 誒 真的沒有 Eg 沒有時間搞笑 沒有時間搞笑 所以為什麼 剛剛我要回答你們的問題了 為什麼NANAKO 一次只能作四片 你作八片後面超微搭的啦 好 我示範一個最後一片 我給大家看 我們如果太久 沒有像我剛剛 如此的神術 來 請看 很焦 難看 有沒有 這誰要吃啊 好啊 枯萎了 對啊 枯萎了 這個就是焦 如果你整盤拿出來 然後一片片折 你最後第四片 你又遇到什麼狀況 脆了啊 它就硬了啊 你怎麼折 所以我說你不要逼我啊 你不要再雞啊 你弄壞了多少餅乾 你說 你不敢講 我絕對沒有練習一個禮拜 你看 這是我們做的餅乾 你看 我一次做四片 這些我要做幾趟 你們拼拼力 你放著之後啊 你稍微移動一下它 是不是 而且你看 那個紅色 旁邊那個膠的感覺 根本一模一樣 我們跟時間賽跑完之後啊 接下來要做它的內餡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餅乾 要打開 好 你會發現啊 它這一層啊 就是內餡 紅色的部分內餡 可是它中間會有一個是 千層酥的那種餅乾 多一個口感 所以我那時候吃到的時候 會覺得 真的還蠻用心的 然後上面又撒著一些 亮亮的糖片 這種有口味的糖片 這種砂糖片 當時我吃會覺得蠻驚喜的 那我們就好好的來複刻一下它 好 我們現在來做它中間那個千層餅乾 那非常簡單 我們可以用自己做或者是買現成 我們拿出一個現成的酥皮 切出大概 鞭長1.5公分的正方形 然後你也不用多 因為你大概一次也是做 15到20多左右而已 切完之後啊 還是稍微就是要搓洞 那你可以搓完再切啊 因為它趴哈 那個空氣沒地方跑 好 那這樣呢我們就把它移上去烤盤 那這時候Nanako會有點小心機 因為我本身 是覺得這個餅乾啊 沒有什麼味道 我會再灑一點糖粉 好 這個餅乾呢 我們用190度烤 10到11分鐘 漲起來 然後表面上色就OK了 接下來我們進行 它最重要的靈魂的這個內餡 這個內餡其實很重要 那我們首先準備的是鮮奶油 今天要做這樣的內餡呢 其實Nanako也是看它的成分表 它其實是草莓跟覆盆子的味道 我們也選這個口味上比較OK的這個巧克力 然後它是有水果跟覆盆子的味道在裡面 好 另外補充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就是 百香果那個黃色的花 你就把這兩個全部換成百香果 或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芒果跟百香果都可以 好 那我們即刻來煮我們的內餡 首先呢 鮮奶油跟這兩種口味的巧克力 我們就往下放 直接上直火煮了 沒在開玩笑 好 那我們開小火 開小火之後呢 我們一定要就是 慢慢的刮鍋煸 這樣會幫助它融化啦 另外就是它不會掉焦 然後把它拌到光滑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美嗎 我美嗎 大白 果醬很美 而且還不是果醬 真的很賤 很敷衍耶 我煮一煮跟我說果醬很漂亮 誰要煮果醬 煮到它完全沒有顆粒之後啊 我們就離鍋 然後把它倒進來 讓它稍微降溫一下 降到比你體溫還低 我們才可以進行下一步 接下來我們要完成那個 玫瑰覆盆子的內餡喔 首先我們準備的鮮奶油加一點糖 大概十分之一的糖 我們糖跟鮮奶油先打發 打到六到七分方 我們再把這個巧克力把它倒下去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它們兩個質地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先讓鮮奶油它有一點發度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另外的調料放進去 它打發會比較快速 而且會比較均勻 那全發之後 因為我們也是要看一下它的餅乾 它的餅啊 粉紅啊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粉紅色色素 我們加了一滴粉紅色色素之後啊 你看這個顏色根本就一模一樣 我的還亮一點啦 這樣就完成我們今天這個內餡了 馬上來進行這個上面糖粒的製作 我們砂糖在鍋子裡 然後這個草莓粉我們直接下下去 它的草莓粉預熱絕對色彩會有點跑掉 所以我們還是要適時的加入一點 紅色的色素 我們再加個兩滴 然後等它融化在砂糖一半之後 我們再來攪拌它 煮這個糖呢 切記就是要等它融化到一半 我們再來攪它 那一定要小火 那我們準備一個鐵盤 我們就把這個糖漿給它灑上去 然後稍微鋪一下 正常溫度下呢 它其實就會慢慢變硬 我們到時候把它敲碎拿來用 這樣就可以得到有顏色的糖塊 好 我們今天要完成今天最重要的課題 就是完成玉金香玫瑰餅乾的組裝 那我們把所有材料準備好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選用的花卷是這種圓味彎勾 它就有點花瓣 就是上面窄下面寬 然後它就有圓弧狀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呈現整個花蕊的樣子 好 那我們的目標是像這樣子 像跟我們原始在東京買到的當個花型 會有點不一樣 它它的口真的比較窄 而且它的花型確實比較完美一點 前面有兩半花半 比較外放有一個比較內縮 所以它口其實相對來小 但因為我們做的不是要手工感重一點 所以我們裡面的內餡會相對比較多 那我們的花型就可以做出很多種變化 你一定要鋪一個底 那個底大概就可以占到一半 選一個我們剛才做的那個餅乾 給它放進去 然後稍微壓一下 這時候呢 我們外面就開始擠我們的花瓣 花瓣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擠上去 然後提上來 這樣就好 大概我這個花嘴可以擠五到六片 外圈這樣子 好 那內圈呢 我們可以用小一點的 好 所以 其他可以做兩個圈 然後你可以讓它 拉得高一點 如果你的花嘴再大一點 當然就可以減少了 就是四到五片這樣子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有白色 那白色怎麼做也是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 做巧克力那個緩解的草莓巧克力 副本質巧克力 換成純白的巧克力 就可以一樣的做法 那我們只是多做而已啦 如果你想要多一點變化 我們就稍微再點個 兩到三朵 做出一個白色的花型 然後最後呢 我們那個 煮出來的那個砂糖 我們就把它打碎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一顆一顆的 重現它那個砂糖的感覺 最後就把這個 砂糖粒啊 給它輕輕的擺上去 如果你覺得有點黏手的話 你就用小鑷子啊 小夾子 弄 如果你真的懶啊 我跟他講 這個真的是 大家一定要人手必備一包 這種草莓果乾 或什麼果乾 就是拿這種乾燥草莓有沒有 草莓的部分 我其實也會這樣子 你就可以隨心隨遇啦 如果你真的 沒有那麼多米國時間 我給大家一個選配 好 就完成今天這道 玉京香玫瑰品乾 總是 那 那我本來想說 只要這樣做個結束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但是 好像不行 就是一定要有受試者 一定要試看下 想要公道自在人性 這句話好像被用爛了 我們就請我們的受試者 韋韋跟我們的 駱駱 我們先吃A好了 啊 這是A哦 要記住A的口感哦 好然後我們請 駱駱吃的是 百香果口味的 接下來吃B B B喔 R B 好 接下來是LULU LULU你好了嗎 好 我數到3 你們要說出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喔 好 來 1 2 3 B 喔 四軍律敵 喔 好 那我們就知道 有一個員工 員工旅遊就不會有他的份 你知道顧家 我們恭喜顧家的誰呢 恭喜尾為顧家 你好樣的 好險 1比1 平手平手 還可以繼續做 你講 你講看看 B 的餅乾比較酥啊 喔 你是喜歡 它的中心有一個脆脆的感覺 好像有一個糖片 LULU咧 你怎麼覺得 欸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那個餡比較 那個真的脆 喔 喔 比較酸 你知道A的內心的味道 比較對你的口味 好啦 那A是我做的啦 B是日本的 好啦 謝謝薇薇喔 沒關係啊 好 嚇壞了心 沒有啦 沒有啦 謝謝謝謝謝謝 很棒很棒很棒 我並沒有生氣 我只是比較大聲一點 我只是大聲一點而已啊 好 那既然比數是勢均力敵 那我們覺得這個系列 還是可以延續下去 但是我還是要為我們的 玉京香玫瑰餅總結一下 確實是因為它要做成半熟禮 然後大家大量化 所以它其實配方什麼都非常固定 每個花做出來 是完全一模一樣大 而且口味就是很標準這樣子 那大家對於貓舌頭餅乾呢 本來就有個痛點 到底它做出來的時候 要怎麼保存 那其實它就是常溫 你就是要密封它 那最多如果你覺得室溫太高 你就拿去冷藏 千萬不要冷凍 因為冷凍它一退冰 那個濕氣一吸收 它其實馬上就會軟化 那像這種餅乾 我也是強烈建議 你如果填餡之後 你要怎麼保存 你就是變成說你要冷凍 又變了喔 因為它的內餡 你反而冷藏 反而會漸漸把餅乾淨濕 所以你又要讓它冷凍 然後你要怎麼吃 你一出來馬上吃 它其實是可以冷凍吃的 那這個免排隊系列呢 已經有間別度出來了 已經全然不是我的天下了 出現挑戰者 好那我們就看看這個系列 到底什麼時候我會被壓垮 所以會跟稻草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那我們就繼續期待吧 電視天連電每個禮拜四 每個禮拜天更新 我們下次再做囉 掰掰 大家想要看它做什麼 嗆它 也不是 用嗆的不要敲碗 你就說拿那口做不到 做出來 真的太為難我了 這個時候我就會出現 我就會像是鯊魚一樣 我就會上鉤 我就會咬你的鵝 好